要不发生事情的前两天 还传解讯给她 还传音档给她 没有一点要轻声的迹象 谢谢你 腿 走路有进步 现在就是左腿80%都是麻痹的 所以这个过程还是要熬一下 还在努力当中 希望你一切都好 然后非常非常想你 非常非常想念 谢谢你的Message 甜不甜 有 听了 甜不甜 为什么我要强调Louise Louise是个同志 是个姐妹 都很好的姐妹 你都知道 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都她剪的 都她做的 都她染 我的发型都是一直长 所以李文来做演唱会的时候 她就做李文 嗯 真理演唱会她做真理 嗯 然后我就会换代班 嗯 那如果她 她们都不在的时候 因为我是daily的录 整年的电视嘛 嗯 所以她就会做 嗯 你懂吗 了解 所以她跟我讲说 如果她发生事情的前两天 还传解讯给她 嗯 还传音档给她 嗯 没有一点要轻声的迹象 嗯 谢谢你 嗯 腿 嗯 走路有进步 嗯 现在就是左腿80%都是麻痹的 所以这个过程还是要熬一下 嗯 在努力当中 嗯 希望你一切都好 然后非常非常想你哦 非常非常想念 谢谢你的Message啊 甜不甜 有 听了 甜不甜 好啦我就 偷偷讲一些哦 试一下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哦 嗯 她有曾经来台湾 因为感情的问题 嗯 然后 我的发现是有带她去 去见过仙姑 嗯 然后虽然我没有看过仙姑 他们让她带我去 我没有去过 嗯 然后他们就见过仙姑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然后 仙姑就讲说她被托梦 嗯 珍妮有说 说如果好声音这个事情 已经确定是真的的话 对 她说 那个谁晚上都会来来摸我的脸 珍妮说 可可晚上都会去摸她的脸 嗯 然后 她一定晚上会很开心的 会谢谢大家 跟她说谢谢大家 这样子 她真的就要自己 就是珍妮姐姐说的 代表说他们真的还心有灵犀 这样子 那仙姑说了三件事 什么事 那个 虽然我们不认识仙姑哦 那这个是 就是他们跟我说的 对 那这个是 的确这个仙姑是 他们有 Coco有来过两次 去见这个仙姑 甚至她有带过 Bruce来过一次 哦 然后 然后她说 仙姑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没有轻声 她说我没有轻声 第二件事情 不要再消费 我跟Bruce Oh my god 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很 很复杂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只是我没有说 我不想 因为 就别人 这个 这个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第三件事情是说 不要拜我素的菜 不要 不要拜素菜 她是吃荤的 她吃荤的 因为妈妈拜 听说后来真的是 她妈妈都拜素的 她妈妈吃素 嗯 了解 她说不要拜素的菜 这样子 其实这个意思是代表 就是 其实 跟Bruce没有关系 I don't know 我现在好奇 你闻的真正的心意 对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好奇声音 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对好声音真的很 对很过分 早就烂掉了